追踪第一线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天下杂志资深主编史书华 那么香港历经了反送中抗争之后 如何化解外国企业撤离资金的僵局 请教书华你的观察 这是天下杂志第802期中国的香港 这一次我们特别采访团队前进到了香港 其实不只是刚才有讲的是可能最近的一些金融的变化 其实早在两年前的疫情的变化 甚至是中美竞争越来越激烈的驱使之下 香港这几年的经济的确不太好受 我们就打开几个一些比较关键的数字来看 一个是看香港的恒生指数股市的表现 再来就是看一些企业公开上市发行的一些加速 那个数字的确不断在往下跌 也难怪其实今年年初除了有经济学家之外 也有不少高调唱衰香港的论调 可是这背后的根本的关键是什么呢 其实不要忘了就是在过去这长达十多年的历史里面 香港一直是中国联系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超级连接器 所以当中国与世界 这边的世界特别指的是欧美 还有北美跟西欧这一块 摩擦越来越激烈的时候 香港的角色其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我们这次采访发现最明显的 其实是从去年开始有一些风向 今年年初又有一些关键的变化 而这个变化是什么呢 就像刚才主播帮我们特别提到的是非美阵营 特别是中东资金这块 好像跟香港越来越紧密了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其实我们要把时间再拨回到两年前 2022年底的时候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首次出访了沙烏地阿拉伯 除了沙烏地阿拉伯之外 而且随后北京跟中东的很多国家 都签订了所谓的战略协议 或者是合作框架 看到了北京有这样的风向 其实港府也很积极 所以在过去这一年半 短短的时间之内 我们不但有看到港府的官员去中东拜访 香港交易所也很积极的 跟沙烏地阿拉伯交易所之间 签订一些合作框架或者是协议 甚至亚洲地区第一支追踪 沙烏地阿拉伯 ETF指数的相关理财产品 都在香港落地了 看起来动作很多 可是这次采访 我们也受到了风向改变 可是实际上落地的动作还不太多 我们接下来要持续观察 而且持平而论 前面有讲到因为中美摩擦之下 可能北美跟西欧的资金 已经离开了香港 可是中东的资金 一定不可能补上欧美资金 那么大一个缺口 所以到底香港跟中东资金 跟非美阵营 接下来会怎么互动 也是我们会持续观察的一个方向 再从财经那方面来观察 人民币贬值 现在许多的大陆居民 跑到香港去买保险 再请舒华为我们分析 南下北上的金流变异 刚才我们是不是也特别提到了 香港其实是中国连接世界的一个超级连接器 所以当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状况 香港其实这几年的变化也特别的剧烈 而这一次我们也特别看到 这样的香港跟中国的经济关系 表现在影响在香港哪里呢 我们就可以从保险 还有刚才讲的互联互通机制来看 我们先看保险好了 其实港人大陆居民赴港去买保险 这已经是个长期的趋势 因为就是把去香港买保险 当成一个理财的选项之一 可是这几年特别明显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其实关系到中国内地的经济 特别是房地产市场 我们都知道北京这几年 非常积极的打房市 然后中国的房市几乎是一阵不起 那对于中国的家庭来说 特别是中产来说 他们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财富 是在房地产上 所以当房地产这块出了问题之外 他们还能够怎么样 可以帮自己的财产保值呢 这个时候香港的保险的地位 就被凸写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中国大陆居民赴港买保险 是长期趋势 可是今年第一季 中国大陆居民赴港买保险的保费 那个金额创下了五年来的新高 其实背后就是为了要追求保底 而且特别都买了一些是保证收益的一些保险性产品 这个是第一点 我们看到中国经济跟香港经济之间的一个关系 第二个再从互联互通来看 什么是互联互通呢 听起来很拗口 可是这个机制是大概在十年前左右 港股特别设计 让香港的居民可以去跟上海 还有深圳交易所的一个股市 可以互相跨境交易 而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理财投资人 也可以透过这个跨境交易机制 前进香港去买港股 所以可以说是香港跟中国大陆之间 股市之间的一个交易的联通管道 而在过去这几年里面 大部分在互联互通这个机制下面 南下的基金是占比相对少的 所谓南下就是从中国 或者是从深圳上海到香港的这个份额 是占比少的 可是我们摊开过去五年的数字 可以很明显看到 这个南下的占比越来越大 从各位数的占比 已经到了双位数的成长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当然第一点我们可以解释成 还记得前面有说过去几年 可能是因为中美摩擦之下 很多的欧美资金外逃 所以当欧美资金离开的缺口 当然南下资金的占比就被凸显了 可是另外一个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到 是不是当香港股市不太行的时候 可能会越来越依赖来自中国大陆的资金呢 如果香港的股市本身 越来越依赖中国大陆的资金 这对香港的金融市场或者是经济 其实也是一个体质上的转变 接下来这一块的影响 也是我们天下会持续去锁定的方向 还有个观察 在新冠疫情过后 香港民众流行北上到深圳去消费 而且还比路人访港的人数还要多 该如何解读转变 再教个说话 这次我们采访团队到香港跟深圳的时候 我们也观察到这个很有趣的现象 而当地人告诉我们 其实香港人北上深圳消费 其实也不是一个新的趋势了 可是在疫后这几年特别明显 那又是为什么呢 在我们的采访之下 我们发现了关键点还是在生活成本 生活成本在香港发生了什么事呢 大家不要忘了这几年 香港的联系汇率机制 所以港币其实是跟着美元走 美元走强 港币也跟着走强 可是另一头 人民币这几年其实是走弱的 所以你看 货币的汇率这样一高一低 所以反而吸引了香港人 会觉得说大陆内地的产品 或者是服务相对便宜 这个是从汇率的角度来看 可是另外一头也不要忘了 香港经济这几年的确相对难受 所以他们的服务或者是产品都相对的高价 可是另一头 中国大陆这几年积极的在发展 所谓的内需还有服务业 所以我们的受访者很多都表示 不只是为了性价比跑去深圳 或者是广东消费 他们发现这几年大陆的餐厅也好 美容美甲也好 这类服务型消费型产业 其实他们的感受 消费服务感受是非常好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周末北上深圳去消费 既可以得到性价比 又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服务 所以也吸引了港人特别热衷 在周末去北上消费 还有另外一个也不得不说 刚才有特别提到的是 粤港澳大湾区 这个计划十年下来 我们也很明显看到 两地之间的交通越来越紧密 等于是说北京透过通关的便利 让更多的香港人更容易的前进到深圳 融入到大湾区里面 怎么说呢 过去我们都说粤港澳大湾区 是一个一小时的生活缺 可是这一次我们实际采访发现 其实比一小时还要短 当我们搭上高铁 从香港到深圳关口 其实只要14分钟就通关了 而且除了高铁这个关口之外 今年港府跟北京 深圳那边还新开了很多通关的方式 等于我搭地铁 还有可能巴士 甚至自行开车 都可以从更多的口岸下 所以这些融合计划 刻意为之的融合计划 当然也是让两边生活 两边居民越来越融合的一个关键点 这个是从北上人潮而看 可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了 其实有另外一股同样南下的输送贷 特别是人才输送贷 也同时在发生 怎么说呢 在香港反送中之后 我们知道至少有20多万的香港人 已经离港了 而现在香港人的人口有逐渐回升 而且特别的是 当我们去看工作签证的来源 我们发现来自于中国大陆的 工作签证的申请数 跟最后的申请量 这几年暴增了五倍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人 他们是前进香港去工作也好 去生活也好 为什么呢 在我们这次采访中 我们发现 其实很多的中国大陆人 他们还是对于香港保有的自由 保有的法治 甚至是可以自由的翻墙上网 这个都是他们非常想要追求的生活方式 所以香港在仅有的自由之下 还是吸引了很多中国大陆人 前往去工作跟生活 而这样子的一来一往 一个是北上消费 一个是南下工作生活 接下来想必也会带来香港 这一个所谓的新香港 中国的香港的一个新面貌 我们也会持续锁定香港 接下来跟中国之间的融合发展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